好,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我大概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我現在有三個 s of t, h of t, x of t 那它們分別的full return zone 最應的 h的就是小h的就是大h 那我們之前就提過說 那小y的話 是等於小x先的h做好東西 那我剛剛已經證明了大y 就是輸出的full return zone 等於輸入跟系統的 這個full return zone兩個相成就好 所以 其他的相對意義的關係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比如說我現在如果兩個系統 經過h1經過h2之後 就產生的輸出的結果 那我也可以用這種解決方式來跟各位說明 那首先如果 經過第一關之後的小s 小z,第一關是這個z 這個z呢 就等於h1跟x做conclusion 那也就是大z等於 大h1跟大x兩個相成 這是在frequency方面 那另外一組 第二組就是y 這個等於h2跟z做conclusion 它的輸入是z 那也就是在frequency方面 這兩個h2跟大z兩個做相成的結果 ok 那這樣子我就可以類推說 那這一項z帶進來 所以整個就等於h2跟h1還有x 三個在frequency方面 然後是什麼呢 都是相成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之前大概有類似的操作的運算 我們之前介紹的是conclusion 就是說如果你介紹了conclusion 那這個y y就是x跟h1跟h2 做conclusion的關係 好 再寫一下 我們之前做的是這一個 y of b 等於h1 of b 跟h2 of b 跟s of b 三個做conclusion 這是在開domain的時候 好 那我這邊指示是說 那在frequency方面 就是這三個函數直接相成 對吧 好 那做一層conclusion已經很累了 再做兩層conclusion那更累了吧 那我現在告訴你說 如果你都轉成frequency方面 做frequency狀況 就直接三個函數相成就比較簡單 就不用做那麼複雜 ok 好 好 接下來我們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time shift 好 時間比你這個系統 那 那 它的impulse response 就是這個小x番數是什麼 就是data bxd ok 那 那 它的frequency狀況是什麼 就是exp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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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紀律了 好 不記得 就背起來 還沒背起來就看小套 ok 好 那 我們剛才解釋 這三組的關係是 就等於 輸入的 輸入的訊號跟系統的訊號相成 那輸入的是大x of j omega 那系統是exp connach of 負 j omega 所以你可以排名區域得到這個地方 遇到這個解釋 那你記得我之前有講過一個性子有沒有 x of j omega 前面存在 connach of j omega connach of j omega 對 connach of j omega 1 其實你也可以去畫一下這個函數 他的Matthew跟他的Base 那他的Matthew等於1 那Base等於安捏 安捏是什麼?就是頻率是頻量 這個高度是1 然後這個就是斜率是負P0 對不對? 只是他的Matthew的話大小多是1 然後他的Base是負的 他的相位角是負的 他寫一種就是負P 然後就畫了這樣子 那他意思是什麼? 這個函數畫出來這個意思 這是H的數的意思 這意思說如果你今天輸入的這個訊號的頻率 如果是0 就是S輸入了omega等於0 那輸出的結果 omega是0的話他只是1 所以他高度輸出去的結果是1 那他的相位角是0 所以等於是沒有變化 那也就是沒有delay 譬如說你今天輸入的訊號都是常數值 你如果輸入的訊號是omega都是0 表示你輸入的訊號就是常數值 那既然是常數值 所以你有delay沒delay數 所以結果都一樣 那意思是他的Mapthew是1 它Base是0 所以沒有任何延後解釋 OK 反過來如果你今天輸入的有 OmEGA等於1好了就在這裡 然後他就在這裡 OmEGA等於1 表示你輸入的頻率是1的cos或3 OmEGA等於1 那你產生的結果就是 輸入的大角的變化還是1 就是你今天輸入的形狀是怎樣 輸出的形狀還是1 然後這邊有一個負的角度 負的角度代表是你延後時間系 延後時間系在輸入就延後 所以這個頻率的時候延後這裡 頻率如果高一點延後就9 頻率如果在高一點就延後在9 所以這個概念是這樣 所以這邊就會看出你之後延後的 頻率的時間的關係是怎樣 好 那完全可以由這個H的函數 來跟各位說明 好 那另外兩個例子 微分跟積分的概念 如果你有一個微分器或一個積分器 那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丟入一個系統 好 這是微分的時候 那你輸出就是輸入了這個訊號的微分 OK 那另外一個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積分器 OK 那你就是輸出的結果等於輸入的積分 好 那這兩個系統分配代表意思是什麼 好 那我們第一個可以去算 如果你知道你的輸入跟輸入之前 憾數的這樣 yofd等於x的微分的話 那你分別兩邊都做foration form 那左邊就是大y 右邊就是大x前面在乘上0m 因為它是小xofd的微分 所以它等於大xofd 就沒有微分那一向前面乘上0m 那這關係你就會知道這就是h 所以h就是0m OK 所以微分的那個大h的函數的關係 就是0m的特性 OK 那再來積分 積分是這個 那一樣你把兩邊分別做所謂的foration form的關係 那我會知道說它中間的 它的那個積分的小xofd就是eofd 那小uofd的foration form就是這一項 我們已經今天做了好幾次了 就是jω分之1 然後加上pi的d 那因此我會算出它真正output的話 就是這一項去乘這一項 就大x去乘大a 大x去乘向大h 那就把它帶進去 然後帶進去得到下面這個關係 OK 那這個事實我們剛才也算過 剛才在前面的前一個階段也算過 一個積分的式子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按進去積分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是 沒有積分的那個foration form除以jω 還有沒有積分的這個foration form 在ω等於0的時候 的值 然後在乘上pi還有Δ 這個事實你已經看過第三次了 就是我們之前有算過的這個關係式的結果 OK 好 那這是回分跟積分的這兩個操作 或這兩個系統所代表的意義是怎樣 那我這邊其實要強調的是說 那則代表這個系統的頻率的特性 就是這兩個h 這兩個是很重要的函數的關係式 這個就是當你們設計一個系統的時候 你要知道那個大h的頻率的特性 好 那為什麼要知道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等一下要做一些運算 比如說 我想設計一個叫做idea low path 一個叫低通氯波器 那什麼叫低通氯波器呢 就是 在頻率上來講 我希望在兩個低頻 就是-ωc到ωc中間 讓它是1過去 就是沒有變化 它進來多少就讓它多少 然後大於ωc或小於-ωc 就比較高的頻率的時候 讓它等於0 那就是不要讓它過去 那像這樣的形式 其實就是一個idea low path low path講的是低頻 low是指頻率的低 low是指頻率的低 pass是低頻讓它過去 那我剛才畫的這個地方中間這個 其實你可以考慮就是0到ωc 因為它形式會稱 這個低頻的地方叫pass band 就是讓它通過的頻率 那大於ωc叫stop band 就是不讓它通過 就讓它等於0 乘以0就讓它過去 OK 好 那這個方波 寫出數位式就是這樣 那它是frequence or main的特性的東西 OK 所以如果你的系統 你希望去做一些訊號的處理 特別是針對高頂跟低頂的訊號 去做我們叫做濾波的特性的話 像這種低波濾波器的話 那你會設計的這個h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看一下 它開方形或是什麼 好 那你可以做inverse的flusions 那就算出來 就是e 介於-ωc到ωc中間是1 所以只成為那一種 就是正的 zωc 然後比ωc中間是2盤 這一算 比大家算的就是那個sync的flusions 畫出來就是下面這個 所以畫出來大概就是下面這個syncflusions 這個函數的東西 好 這我們之前也做過很多例子 就是那個方波的inverse的flusions 在title面就是這個函數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是你title面的函數 所以這是這個的小xlp分析 OK 所以你的輸出呢 就是輸入訊號小xlp 跟這個小xlp做螢幕的路線 然後得到的結果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這是一個idea-lopexpo特的管理 但是這個idea-lopexpo特的事就是idea-lopexpo 就是idea的 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好 為什麼 注意看這個函數的關係小xlp 是這樣子 它是不是cuzzle的 就是是不是有因果性 那你想像x什麼叫因果 就是只有在p大一點才有值 p小裡面有值的這個小xlp 讓它小復的有值 所以它要用到未來的時間的資料 對不對 它要用到未來的輸入 才有辦法產生一個好的 輸出的低通的綠波的結合去 那這個不是一個cuzzle的東西 所以這次idea 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感 OK 好 但是如果你不要時間 不要即時 就是把時間 你把聲音錄下來 那你可以offnight去做處理 就可以真的去做idea low-pass build 好 或者是你處理的是空間 像底下 這個位置跟左邊還有右邊 前後的位置兩個做處理的話 你可以做這樣的運算的東西 所以idea low-pass 這種idea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介紹 那因為它實際上 還是可以做一些應用 但是在即時的系統上面來講 可能沒辦法做任何進一步的處理 謝謝